0403花莲地震就连桃园机场捷运也受到影响 就在A18到A19站之间出现了轻微位移 从高架轨道下往上看 肉眼能看到的缝隙是高架桥端伸缩缝 而就在这个位置内侧轨道地震时被震到位移 A18高铁桃园站到A19桃园体育园区站之间 轨道下缘结构位移两公分 清查后发现下缘结构位移轨道部分受到拉扯 需现行调整校正但不影响安全 陶杰回应地震当天判断无安全疑虑 减速通过该路段 4号清晨就调整轨道 列车用时速25公里和40公里通过都没异常 就恢复正常自动驾驶 4号5号两次检施都没有异常 同样是轨道高架捷运的新北环状线 就没这么幸运 新北捷运环状线板新站到中原站地震后 梁柱未移 目前板桥站新北产营园区站 开放单线双向运行 但板桥站到大平宁站都还没有恢复 无法搭乘 九段区间暂停营运 目前开放环状线免费接驳车 每天早上6点开始18个小时 新北产营园区站到大平宁站 尖峰漫距10到15分一班 新北捷运玉估 每天影响人数约3到4万人 有民众抱怨平面塞车没准点 上半时间还会在家开板次 TV新闻 罗氏鹏草山人桃园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讨讨讷